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講漫偶借邦 第一本講什麼 講兄弟書 一開始講一個私立覺得非常愚淫的姿勢封面 就是這個黃蜂雷轉二的第14期 一個不能說的咪咪 封面就是黃小龍 你自己講的太愚淫了 我說不出口 你覺得這個姿勢像什麼 大家看這封面 換了不是黃小龍 如果是蒼井空 你覺得這個姿勢在做什麼 凌辱系的 你也要描述一下姿勢被人知道 肯定是被人凌辱 雙手是舉起的 好像被東西吊著 好像被東西綁著 完全是身不由己的姿勢 一隻手是彎曲 一隻手是直的 另外這雙腳是最容易淫的 就抹到被鬼死那麼大 好像被人吊著膝蓋的位置 對 膝蓋好像被兩條繩子各自扯開 你畫幾條繩子上去你就完全感覺到 喂 很熟的 好像某組的AV SM那些 下面呢 聖上還要抖著他 哈哈哈哈 你說 你的手在抖著 真棒 這個樣子真是淫到 聽眾們找不找到出處 如果他是用AV的封面或者片段的話 都可謂創意 哈哈 好啊 整天只抄電影的海報 是不是 這次應該是很難找的 AV很失禮的嗎 大家都有看的 哈哈 AV是日本的電影產業的主要部分 除了封面之外 他今期的heading 我也覺得很搞笑 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有什麼秘密可以說 說得出的都不是秘密 哈哈 那有些 譬如政府那些機密檔案 限封五十年 五十年後 就是最能夠說的秘密 那你都是五十年後 至少有一段時間 不能說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可以 隨便說給別人聽的秘密 那你只是說 別人周董那部電影 的名字交而已 是一樣的 是交的 這個我也在網上聽到 不少網友是這樣的反應 是啊 秘密本身已經是 代表不可以說的東西 我們說回書 他不說得 所以聖長不可以燒他 不說得 不是 因為不可以說的緣故 所以欲記就寫出來 告訴別人 說封面我們也說兩分多 大哥 我們不是那些看封面買書 人家說一下內容 上期金鵬和風雷又開拖 為了完成達摩 空我那個 不是喔 後來就說到他原來 不是來完成達摩的條件 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是他 那個不能說的秘密 應該沒有關係 不是 秘密在後面 但今期又解釋了 上兩次 萬記在那裡說 他們如果一早打算做達摩傳人 就不用現在找風雷開拖 打他一鑊 那時候多鬼魚這樣罵了 那時候 但今期就解釋 其實 不是那一回事 但會不會有些強硬呢 對 他說了 但沒有人可以接受到這個理由 不是的 你都勉強都吞下去 勉強都吞下去的 勉強不死的 那樣東西都 勉強叫被他繞到 但你又覺得很突厚 怎麼會 是不好吃的 但都叫做吃得到肚子 就是叫做飽了 緊緊過關 就是蔡林那裡也是 有個理由 為何之前變得年輕 原來只是幻想 就是真的 這些可以算是理由 這招去玩完了 之前變怪獸 又說我發夢見到 任何讀者接受不到的東西 轉到頭來告訴你 其實是我自己想的 這些東西 不是真實的 什麼都可以繞得回 所有東西都 可能黃鋒雷 對後面是黃鋒雷被人打到變成植物人 然後在心裡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整個黃鋒雷就是這樣 自己想出來 然後叮叮就走出來 你收屁吧 這些不是印度教 繁天睡覺 全世界其實只不過是繁天的夢 這樣解釋而已 真是氣死 說回他 怎樣拆解這件事 至少金鋒 打到最後 金鋒 原來都是為了幫 風雷 解除他心臟的缺陷 而幫他解釋那個鎖 某程度都令到金鋒 這個角色加分分 有了那種傲氣 但他怎知道黃鋒雷的心臟有問題 都說現在《玉記》那些編劇 流行用讀者視點去寫東西 拍一我們講歌 不用多說 黃鋒雷那時代有網絡 那他可能感受到也可以 即是他們幾乎相親的話 一打可能就接觸到對方 咦 你的心有些東西 讓我先摸摸他 一把就發覺你心有問題 所以他一邊打就幫他邊療傷 咦 這麼像以前武神鳳凰的時候 不管了 不關事 那起碼就 風雷之前一直有心臟問題 現在就解了 即是心臟 這麼容易解得到 我覺得就變了好像有些欺騙讀者的感覺 其實如果 金鋒有個理論 金鋒就是說 因為他用《日月神鑑》和《楊世奇經》 那個功力和他在心所的破地獄 叫做雙鑑 不解 他是說 其實現在困擾著黃鋒雷心臟的股力量 其實就是《日月神鑑》的力量 是嗎 劍曉的心臟還有《日月神鑑》的功力 但是金鋒那些《楊世奇經》就是同出一次 所以可以吸引 可以用相近的方法去引到他出來 那顆東西不是黃鋒雷打進去嗎 不是啊 又說好像什麼 他是封鎖了令他自己《日月神鑑》的功力 去影響劍曉自己 哦 不過當時都很亂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某程度幫他喉鬥的 那顆東西是《日月神鑑》來的 裡面是《日月神鑑》的功力 對 令他自毀力量 今期教你怎樣煮這鍋藥湯 就是民火煮 民火煮完之後晚火又抽出來 那顆材料原來是《日月神鑑》來的 我還以為是破地獄、破天下那些 不過如果金鋒說這個道理是通的話 其實《東方無敵》都可以照版煮碗去做 他不懂要民火 但雖然都是火 現在不是因為大家都是火屬性 是因為楊世奇經是出自《日月神鑑》 同一套武功來的 楊世奇經只不過是upgrade版 楊世奇經只不過是upgrade版 所以可以這樣做 就不是任何火 但聖上當日說十陽上不到 遇到奧卓夫嗎 空聖 他又是感覺到他那個 那是船機補鑑 不是日月神鑑 又是覺得可以相通、相互相成 那我就覺得他一路說 其實金鑑用的是楊世奇經火勁那些 那令我直覺上覺得 九陽神功似乎都可以做到近次的事情 算了 你不是看了那麼多旗王風雷 都說九陽神功 做不到文武火戶 你不是看了那麼多旗王風雷 都接受不到幾套不同的標準 好 算了 那現在這樣說 就是風雷要學金鑑說齋 打完金羅漢之後 又去北韓那裡 大魔洞 學了冰火七重天 以後煲藥記得用楊世奇經 應該是這樣 靠楊世奇經 煲藥病死了都還未能治好 即是風雷條線 今期當完結了 等到阿冰芝所說的 不能說的咪咪 就是講東方真龍的身世 爛到爆 那裡都花了幾多 真情來的 後面 我只是當回憶那些 去回現實片段 一二三 即是說真龍的身世那段 對 差不多五頁子 還要頁頁呢 嘩 字都爆了 交代他和準神武天王的身世 但其實 大體上就是語場片出的那些計畫 不是 真情 真情 說來說去 只不過是東方模具的風流史 不是東方模具的風流史 是雪紙的風流史 對 先摔完鴨仔 再摔這個韓佬 嘩 威到他 那個是中國人來的 東方模具 你說清楚 不是中國人 他說自己是中國人 但入籍了這麼多年都歸化 他入籍而已 但他本身都是中國人的血 那種什麼國人的血 如果照血統計 全世界都流著非洲人的血 華僑就不是中國人來的 華僑就入籍了 不是中國人 拿綠卡就不是中國人 他本身是中國人 他本身是中國人 你們在那邊落地生恩這麼多年 混淡了 除去他 他喜歡認就認飽他 他去了旁邊而已 但其實就是這個綠武事件 而東方真龍 其實本來是上一代神武天王的兒子 不過對媽生兒子 其實是不知道的 其實現在是不知道的 雪紙自己都說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晚 搞了兩個男人 究竟哪一個才中的 只不過他後來是因為 覺得對他不住 所以送一個兒子給他養 咦 性慾這麼強 一晚搞兩個男人 還有一日 一日分了兩段時間 搞兩個男人 一日嗎 是啊同一日 上午 上午遇到舊情人 開完房 晚上覺得內疚就回去陪老公 其實為什麼兩個男人 他在這裏是沒有說的 當然時間應該是很接近才分不到 一個月內 不是一日是同一日 有講 有講同一日 他都說下午 遇到舊情人 開完房 晚上覺得內疚就特別表現得很親熱 寫到明 是啊很清楚 咦 這個是淫婦來的 當婦 搞得很清楚 簡直是當婦 但是他之前那些 其實為什麼八年教的教主和神武天王呢 爭女這段故事會這麼平民化呢 我想說 那個神武天王竟然會有一個清門竹馬的平民愛人 叫雪子 沒問題的 黑孝未成為天王之前都可以有平民的朋友 不是 他是血統上承繼做 那他未成為天王之前都可以自由地在街上走 不是他出生 一出生 我將來他成為天王 就被人完全黃公式去訓練 我不可以接觸普通平民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東方無懼做了八年教主 但是他都在街上溝女 就是 做教主不可以在街上溝女 就是 就是教主你做 為什麼做教主不可以在街上溝女 我就不做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做教主不可以在街上溝女 你見過麻雲張房在街上溝女 黑龍做了教主也可以在街上溝女 你可不可以看到陳奈克 那時候他卸了任 那時候 還沒有 他卸了任回來香港才溝女 才溝女 乾隆王 都是 未復出巡 也是要求聾者 喜歡就可以了 今天皇帝 當時 我們不要深究太多 他不會太用心寫這些 雖然現在的日本皇族都是獨平民學校的 但是幾十年前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又要考究一下 一個問題就是 我發覺東方家族整班都瘋 雖然是三十年前而已 聽不懂大家都故障打扮 你不要傻 你當自己幾百年前的人 整個家族的人都喜歡故障打扮 真的當自己做皇帝 他們都精神分裂 他應該是明末青瘡 才移民過去的 那些服裝就一直保留下來的 如果不是 如果是清朝的話 應該要少少都要剃光 對喔 你想想 你應該是剃頭 你要剃一條邊 你教主喜歡做皇帝 你做皇帝打扮沒有緊要 你下面那些不是教主 那些東方無悔 那些 你一個普通女孩子 又拿大雞 又棍柱 又棍柱 你不用這樣做 那件事 你整家人都傻傻的 所以 如果在舊主那裏 就說 在旁白寫得很明 你看看他們的裝飾 他們真是法皇帝 夢 在現代都要做 古裝 宮廷的打扮 可想而知 他們是多麼 希望 服辟 你 服辨回皇朝 那種感覺 我覺得 服辟回帝制 我覺得這樣 這些都不成熟的表現 其實現代社會 真的要查這件事 一驗DN你會知道 不過我猜 東方無悔下期會這樣做 如果不敢做 就白癡 關乎那個教 血統問題 繼承問題 他還要問真龍 你是日本人 還是韓國人 還是中國人 很明顯是韓國人 為什麼會問這條問題 對呀 他應該是韓國出生的 對呀 即是他媽媽都分中是韓裔 你混了幾代之後 中國好像黑炮一樣 即是他有四分三是中國人血統來的 所以他沒有資格說自己是日本人 即是中日運血兒 還是韓日運血兒 即是他表態 究竟你當自己是日本人還是中人 即是他 即是他表態 即是他表態並不是 即是想問究竟你留下 是中國人的血 還是日本人的血 並不是說DN的問題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身世的問題 跟火雲邪神 有得比 又是玩了飯 對呀 又是很熟口熟面的那些 即是完全已經引不起這個 毒者的追看性 他不是就是完全回應 即是那些人說 之前黃夫雷和正傳實在是 抹得太緊要了 他現在要在劇情上呼應 即是玩這些老套的東西 即是每個人都是有這樣的掙扎 不過珍龍這段 反同呀 聖上反海呀 發去爛仔那段 都叫做OK的 不太差 吃下飯呢 至少合合理會 有一個人被人 抹了這麼多年 然後終於一次爆出來 即是他的理由是說得通的 對呀 說得通的 至少不會太膠 我的感覺有點像光水王 即是我看很多戲劇裡面所說的 他真的不滿意再被人擺佈 做一個扯線公仔 自小就當我扯線公仔 機油不讓我打 媽媽說也不讓我看 老婆又要我取 只是要我白黃帝 穿了一些古裝 但你以為不充不熱 哈哈 即是這個 起碼對珍龍 因為之前我們對珍龍這個角色 真的覺得很薄弱 即是他只是告訴我們 他的風力提升到八楊 他除了八楊 好像沒有其他東西代表他的 他爸爸媽媽的愛情故事都很薄弱 哈哈 又會這麼巧的 之前跟那個佬是神武天王的 這是原份 這是教主來的 不是 這些強者之間互相吸引力 他媽媽對王族是有點吸引力 算吧 他媽媽在某方面都是強者 算吧 你希望他這個角色寫好一點 現在就有些看頭 不過反而是東方無敵自己崩壞了 這個個性 即是以他真是這麼 叫做有長遠目光 老無心算 他直接叫珍龍過去做了日本的天王 那到時兩宿侄一起去統領日韓兩邊的勢力 那就成功了 用不著想這麼多 這些就像以前 以前會比較有門戶之見 多一些的時間 那個年代的說法 現在這個年代 全球一體化的年代 就會變成好像你這樣說 現在第一輯那個東方無敵 都是有這種視野 對啦 就像你這樣說的視野 現在的問題不是說 他現在是想怎樣 就是他自己不想做 他想著一心栽培珍龍 是希望他接他為 然後他可以放假去郵埠 現在你 我鋪牌這麼多年 想著你接我 接我為我郵埠 現在你不做 你去做日本天王 那我怎麼辦 我繼續做 那我去郵埠計劃怎麼辦 我說退不了休 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完全是 所以現在我覺得 真的有一點點 找戲來做 硬想製造一些高潮 或者衝突 這本書 嘩又講了十幾分鐘 不過最後黃小龍那段 我覺得有點膠 雖然你說你撤走那些人 但是你不會 你就算怕被人 聽到你的對話 你不會整棟 建築 連下面那麼多層 都沒有靈 怎麼會這麼容易 紙手上來 至少要收著電梯口 至少要收著電梯口 他很輕鬆 沒有人 還有黃小龍覺得 自己救東方無敵打 他真的很天真 他覺得自己好像無敵 他之前 幾天前 和火雲邪神打完 我當他已經傷好了 都不止了 應該再過了一點時間 問題是 你三王加起來 都未夠火雲邪神打 你現在單拖 挑戰和火雲邪神 白仲之間 是東方無敵 有沒有搞錯 他應該大約是一個禮拜之前 就和火雲邪神打完 但幾天前 又打完黃虎海 今天就來打東方無敵 你說龍虎群英這班人 你知道龍虎群死了什麼 你知道龍虎群死了什麼 他死了就知道他不會頂死他 他就有恥無懼 再不是他其實是傲嬌 他說就來報仇 其實只是想和東方無敵親戚 一下 攀一下關係 一開球就把頭人的空 這兩個在做曖昧劇情 第一招被拼了大家摸空 雖然兩個拼得很厲害 但沒什麼期待性 踢在一邊 說去兄弟班 第一招就小批力了 你說還可以打到幾招 兄弟輸了 封面都兄弟化了 剛才那本黃蜂雷就是黃小龍做封面 這本龍虎門就找黃小虎做封面 雖然不說兄弟都不行 好像假期書一樣 夏威夷 我來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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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本書是介紹通天教裡面的風景 喜歡說小虎隻身去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要隻身去 帥 封面 封面來的 他只有一個人去 他在海關被人扣 我也是見到一個 除非他的兄弟買不給機票做行李租 當貨這樣寄去 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應該是跟著的 或者已經到了 一早部署了 他最後一個來 說不是 剛才說黃蜂雷是有黃小龍的氣氛 正傳也是 又是 無厘頭 黃小龍要跟這個 在越南 跟這個摩加四象 無厘頭打獲金 或者一開球就交 浪了半屁 我覺得 一開球說那個什麼 那四象在做什麼陣法 然後拿一些陰波去干擾 然後黃小龍指說 嘩 先要陰波 擾亂我的心神 你會不會自己說這句話 你想想你打架 別人這樣有陰波的影響 你會不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 present他這句話出來 他是這個bubble字 是想的 想想 就算你會不會這樣想 你會不會這樣想 你會不會這樣想 你會最多想 為什麼我會突然間 集中不到精神 會不會陰波影響 你不會說 你首先用陰波來 擾亂我的心神 你不會這樣想的方法 整句話 是不應該這樣想的 他應該是直接說的結果 這個是 你這樣說 給人知道你做了什麼 他應該直接說 被他們 想不到他們的陰波有能力 其實這屆是多餘的 因為下一屆已經 旁白映說 陰波灌注 震動的腦 小龍 一時間就這麼好 其實之前那屆是多餘的 一天自然卡一格 就不要兩格重複 浪費了些事情 人物對白和那些字框 是不合適的 這個經常出現的 全香港都被肥良同化了 想的事情 我告訴你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這樣而已 好像武神一樣 都是這樣 都有這種情況 但是 在龍虎門裡面 就更加交多一重 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崗位 都要告訴別人 我有做事 誘了很多 沒有必要的對白 沒有字都沒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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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格沒有字都沒有所謂 有時看這本書 我都不想看這些字 基本上 反而阻礙了 有在你不看 你又覺得害怕錯了 看 你又發現原來廢話 好像第三頁那裏說 小龍 韓龍十八將左右開工 力抗魔家二將 畫面上就說了 招式名也寫了 左右神龍 當然是左右開工 大佬 如果合一齊出 可能就是抗龍有灰 撐他不順 或是雙龍出海 正面出 沙石太多了 對嗎 就算你 我知道你每範人都要告訴別人 你有表現 要做些事 才能收到錢 但也不怪寫些 有些質素的文字 我出了十幾招 你應該給我這麼多價錢 不是 看到你只有一招 不是 龐白寫了 我出了十幾招 是否好像這些情況 隨便一犯人做 理論上 應該是國式對話 對白說 然後再加上字框 在旁邊 我當是兩個人做 分工了 如果一個人做 就算是抵打 自己自問自答 都做得出 重複事情 如果是分開的 你就看看對白寫了些什麼 然後你自己打算寫一些精 真的有補完作用的字框 在旁邊 現在看起來 不斷被你拖著節奏 不過在某些武打場面 我反而覺得他做得不錯 例如他中間說 小龍在那裡玩 玩其中的魔禮紅 我們沒有吸住他的頭 然後再打一仗 很有那種感覺 現在我擺明 我就敬你很多大盒勢 我擺明是要玩你的 不像以前一樣 硬打 強 弱 這樣就算了 現在有一點點 稀敵 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個人風 我擺明我是贏你很多 我是很輕鬆 小龍很輕鬆 可以贏你 甚至乎是為了 免費力 所以出花招 這些地方是做得不錯的 就不像以前 每次都眼條眼馬 大力就贏勢力 強就贏了 就算了 看不到差距是多少 現在就覺得 真的你贏很多 你跟他的功力差距有很大距離 所以他才可以這樣 這麼輕鬆 玩一下玩的方法 都可以打贏 基本上在龍虎門的十多人裡面 只有黃小龍 只適合這樣出招 黃小虎太硬 石克龍喜歡出口術 會真的這樣 用頂帽子套一下人 出花招 可能真的只有黃小龍比較適合 舊處的石克龍都做到 但伸著這個就暫時未到這個級數 因為他不夠勁 他功力未到那個位 可以玩人 但他的性格是可以這樣做的 即是他對江頭升 就去玩一下 騷擾了一輪call 浪費了一堆板位 真的 又看到他 我以為自己拿錯了 可能真的希望 令讀者感覺通天教是一場大戰 其實也要有些打野 因為不然之後 講通天兩個新丞相那些 全部文長 怕悶到人 不是的 但我反而覺得黃小龍 在這一輯裡面 有些少 是湧原的感覺 因為舊主的時候已經死了 他根本從頭到尾都沒有他的氣氛 即是所有身處裡面的 即是湯天風雲 黃小龍的氣氛 都是加進去的 我比較擔心他會拖著 可能我覺得他會最後就是 黃小龍只不過是在外圍打 希望是 他不會入對空天教 現在都是 舊主都是小虎一個 入到空天教打 現在他的佈局 都是黃小虎一個人走過來 我覺得 可能未必小龍會入到 可能有些原因 令到他不可以進去幫忙 我希望 那篇劇有理這個視野 就不要說 為了他兩兄弟 又要怎樣 兄弟同心 旗地斷金 一起去打文殊 和老天尊 那幾兄弟 搞到故事節奏 就拖慢了 我比較擔心這件事 其實如果 將每一個角色的定位搞好 怎樣去加減都可以 兩兄弟對文殊 或者其他人對老天尊 沒有所謂的 我們不需要被舊主的包袱 揹得太重 最重要是他寫一個流程爽 如果不是就算 好像你們說 變成單挑 但是可能都寫到立的 或者過程之中 又出現一些膠化 露天尊 又在那裏扮 那人一等他去換帝 懶有贏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寫到黃小龍好像很厲害很厲害 什麼他都可以搞得定 他只不過有多厲害 他九陰而已 九陰 九陰 很厲害嗎 我不覺得他特別厲害 但是現在的故事在那裡 只要他一出場 就全都押了 等於當天的火雲邪神 有什麼事我已經搞得定了 所以有什麼事 他一到就拆得定 其他人有什麼事就是碰釘 小虎有什麼事呢 外者都被人捉 被人打 但黃小龍出場永遠都是贏的 因為他是恩之丹 因為 那我每次都要靠黃小龍去搞定 整個通天駕 或者救小虎 那你不如 不要叫龍虎門 叫龍虎門 叫龍龍門 玩完 龍虎門由頭到尾 主角都不是黃小龍 好 兄弟輪流 現在黃小龍的氣氛太重了 我總覺得他們想補償舊主 弄死了他 現在補償給他 其實如果你要補償 我反而覺得 不如你把黃小龍丟過黃蜂雷傳 和黃蜂雷拍著 不行 黃蜂雷是一年前的故事 反正 黃蜂雷和黃小龍在舊主角都死了 那這邊就任你發揮 黃小龍丟過龍虎三層道 已經起到了 不過冰姿的推斷也沒錯 可能編劇比較 中愛黃小龍 連風底 和Q版人形的廣告 都是黃小龍 一個人擔心 偏心龍 不是 這本的編劇 叫胡家寶 偏心寶 如果他對某個人 有中愛 想加點氣氛 沒有口罪 但麻煩加得合理一點 不是說 打幾條 易打滑的 什麼魔魔加四象 大家都不覺得他們是什麼角色 被你打完 黃小龍都升不到多少 最主要是希望你不要擾亂阻礙主線的節奏 反而今期說通天兩個丞相 那段 我欣賞的不是這兩個 龍灌天就是有些正老氣氛 陳奧雲 又看得出有些城府 好像有些舊著通天教的那段時間 陳奧雲那種感覺 沒有前兩期那麼交 但反而我在過程中最欣賞 就是現任的丞相 鐵心 對啦 鐵心 他真的有一個管理階層的視野 甚至乎洞悉了他父親的心思 這個是在他幾兄弟之中 起了一個平衡作用 他比較可以丞相啟下的感覺 對 不會我們看傳統龍虎門 敵對勢力 或者邪教那些 全部都好大喜功 兇殘成勝 卑鄙無恥那些 你會看到一些有些理性的角色 這個我覺得 通天教目前來說 終於有個正常的 他比較做到一個調和的作用 如果你被鐵五郎 跟老天專聊天 可能會聊到打架 但如果經過鐵心去傳達他的意見 你會感覺到 這個組織 為什麼結構這麼緊密 也有合理性 還有個世偉都值得賺賺 就是他來了泰國之後 那些人已經不是說再握手了 他是以合拾的 這是泰國人的習慣 雖然不是說很大不了 但是因為這幾年看太多廣漫 很多人都沒有錯處 反而這一點我覺得值得提一提 應該整個通天教都是這樣打招呼 因為整個泰國都是這樣打招呼 應該這樣才合理的 就算你說你們是中國來的華僑也好 你們在這裏很多代人 你的文化和生活習慣都歸化了 還有最後說到終於我們的主角 黃小虎來到泰國 在機場被人搞 被通天教收買了那些機場突警 這個某程度都合理的 身為一個大教 不可能每次 你是武林知事 認識九陽 我先找一些有功力的人跟你困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當然是用盡千方八卦阻撓你 我連入境都不讓你入境 這一段起碼有些人覺得不夠緊湊 因為小虎功力這麼高 不會受災他 但問題 黃小虎是一個旅客 或者香港人的身份來到泰國 他也不敢說太放肆 反而想知道他究竟怎樣寫 小虎可以解除這個危機 都是這樣寫的 都是說他被海關屈的 舊主好像是小虎空空的特警 但這次我唯一搞笑的是 為何我特警之前不懂得說太語 進到房子之後懂得說廣東話 你又吹嗎 為何會有一個泰國人 說這樣的廣東話 可能是華僑呢 很多人去泰國都說 我不懂太語 但很多人跟我講廣東話 尤其是買東西的時候 一開始在外面說太語 進來講廣東話 小虎問他 你威脅我 你很危險 然後就說國語 他媽的 這些是國語 你是不是想去講廣東話 出不了太語 你真是厲害 譯成廣東話怎麼譯好 一個海關真的懂得這麼多東西 老天尊也很有好客之道 知道你黃小虎香港人來 我又翻譯給你 我就找個懂廣東話的內鬼來搞你 三言兩語 三文兩語都很熟 我覺得這一段 比較可以擠寫到 通天教在泰國的勢力 去到哪一個位 他是直接滲透到政府機構 政治也好 其實很多政府重要的高層 都是他的人 甚至在舊主義講到 連軍政部都是受影響 但黃小虎的反應就好像交了一些 黃小虎問他 特警用一支箱指著他 他說 槍打到女的頭 小虎問他 你斬眼有多快 這個其實就是以前 隔多拳王龍泰用過的音樂 不過他下了採稿 就好看到水準 這個龍虎門的製作 真的沒得好說 故事我們有不滿 但製作真的高一班 畫面就OK 有點迫力 但你瞞不到讀者就是你的橋段上 到底黃小虎現在正在做什麼 看看合不合理 看下期就知道了 即他被人屈 有包白粉 然後人家把槍指著 只不過威脅你 不讓你動 但你問人家斬眼有多快 那你當你可以踢 即是可以踢走子槍 斬眼間就踢走你 踢走子槍 不讓你開槍 但包粉依然是屈在你身上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不明白 封不了人 封不了人 封不了人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懶型的 都是懶型的 也是擺型的 這句話只有他可以說 知不知道 但下期就似乎他應該 封面草圖 他斬眼 他斬眼 他斬眼應該是很快 海關 就射了他很多槍 特警回答他 我殺人不斬眼 不是 他就告訴我 我斬眼很慢 但他身邊我 拿六七支槍指著你 我斬眼快不快 沒有關係 我後面兄弟很盲 不過我開幾關槍 算了 我不是很喜歡下期的封面 封面和封面都沒有關係 不要理 那這本封面又喜歡不喜歡 我覺得 挺有意境的 有五字 水墨畫 中華英雄前轉 我覺得可以再 好像很少看到華英雄做封面 在這個前轉 不是 這個封面都不是華英雄的封面 是水墨的封面 水的 草的封面 反而是背景 錯了 近年 很少說主角 封面縮得這麼小 因為華英雄根本不是主角 哪是主角 是說這麼大膽 以社境為主 是啊 以社境為主 因為 又是萬記之前說過 傳統廣漫老有幾個大記 一定要主角做封面 一定要帶頭 一定要英俊 一定不可以有老爺 一定不可以有老爺 對 和仔又專門做一些反群眾 還要用別人的錢去 滿足自己的慾望 這個人多卑鄙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對 不是大膽 欣賞這種大膽就做 港漫就是需要這些idea 想不到你為了撕掉 這個偏心狼的名字 要罵和仔 我不怕 說回內容 又說封面 又說十分鐘 終於說了很多 玩英雄的劇情 其實也是延續上次 跟劍聖想引導他 但是呢 就被華英雄 在這個 失心瘋的狀態下 刺了一下 那他真是 死了 不是 叫做有一絲的理性 就是他懂得收手 從而劍聖才能引導到他 可以接得到他 去大戰的時候 為什麼他的心態這麼平靜 一些都不 一些都不 跟毛迪對比起來 是非常平靜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個人 打起來都可以這麼冷靜 他沒有那種 那麼重的 復仇心態 這個某程度 是叫做補完 或者是專定華英雄日後的路 因為當年我看 中文英雄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寫得很精彩 他的經歷 那些其餘 但是問題是 足不足以令他成為日後 雖然我們知道 中文英雄的兩段故事 是兩個編劇 但是問題是 假設我們要當 真是同一個人物的故事 那究竟他日後的性格 是何時定了呢 我之前一直看 其實是感覺不到的 究竟華英雄何時 立定了這個心 變成這麼冷靜 是不是真的跟毛迪打完之後 就定了呢 又不是啊 他跟毛迪打之前也是 在某程度這期算是 補完一點點 以前也有 沒有那麼刺激的 就是給了一個漸變的層次 華英雄 但是看完今期之後 我再一次看到 這個劍聖 不是我認定的劍聖 死了的了 你還想怎樣 這個劍聖 真的太輕挑了 我以前看中文英雄那個劍聖 是已經很大年紀 經歷了很多年的事情 不會有這麼輕挑的說法 這些這麼小商店 嚇我 聽不到的 不會這樣說話 完全 那個是神人級數的劍聖 這個不是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矮人級數的劍聖 這個是比較平民化的一面 你可以說 阿和仔寫出了劍聖 平民化的一面 或者另外一個表達方式 因為如果完全跟著的 那其實也沒有意思 因為我們以前說很多 舊主身寫 就是想看新的劍 照跟的話 我拿回馬Sir 那些就可以了 有些人物本身的個性 或者本性 你如果改了 那本質又不是那個人 如果我寫話劍 阿和仔寫英雄 寫到他 阿和英雄本身 不是這麼正義的 大奸大惡的 我叫他滾又倒 你覺得 新的東西嘛 你喜歡不喜歡 你可以寫他過程中 曾經有這樣的經歷 後來就迷途之犯 他從小到大 都是一些比較昂直 正義感很強的人 這個才是華英雄 正義感很強 你去東莞那些場 看到那些 小時候都是很昂直 很中直的 分中做班長做風紀 現在不是又上去玩 他叫雞的時候 都正義感很強 你都知道 你是不是整天叫雞 你都覺得 我現在很強的 每日羅說我知道 是啊 最好有人相信 起碼你看到多一重的 表達手法 不是說劍聖 只有一種的樣板 他可能對著華英雄 那時候才是這樣的 你可不可以這樣去解讀 其實就算以前舊豬 他也是 對著華英雄 都出過場的 那麼大把 他都不太多時間出場 所以我們所認識以前舊的劍聖 都是透過他和華英雄之間 對答 以前的劍聖 是很脫俗的 以前太輕跳 現在就入了世 我以前反而覺得 舊的劍聖 是太神聖 如果華英雄對著他 究竟會不會當是對著一個人 在他身上能夠感染 或者受到他的影響 是多少 等於我們去拜王大師 我反而轉過來 以前那麼神聖的感覺 反而我覺得 原來很多東西都是 不需要那麼執著的 很多東西都是 過玩眼 過玩眼 你會覺得 我在這個人身上看到 原來所有東西 並不是在我眼中 那麼重要的 很多東西其實 是可以 拋開不用理 都會過去的 之而處理 可以佛家那種說法 但現在不是 我看到你這個人 你和我身邊認識的人 有什麼分別 你說這些道理 我幹嘛要信服你 我就是發覺現在這個 為什麼我感覺好像這個劍聖 對華英雄的引導比較舒服 他感覺令我覺得 像一個社工 雖然不是很神聖的地位 但是他說的話 你真的聽得入耳 像一個有經歷的長者 說回他以前的經歷給你聽 你就會覺得 這個人原來走過一條這樣的路 你就會覺得 你的經驗是值得參考 而不是說 喂 用一本聖經來摘你 這樣的感覺 敲你的頭 不聽了 喂 叫你的劍不要那麼耍 就是 耶穌釘我十字架 我又關我屁事嗎 他以前也不像那本聖經摘你 他只不過是 他整個氣質是令到你拜伏的 他不是拿一大堆道理來押你 某程度是 以前是 舊的決定是一個氣度令到你節復 我都理解 很多人覺得 宗師 或者所謂劍性 應該既有的形象是這樣的 如果你用其他方法來寫 就可能貶低了 我都理解有這種可能 但是沒辦法 和仔不可能超越到馬上 唯有用其他的方法 試圖一些新手法 你應該說 如果他寫一個一模一樣的劍性 就沒可能超越到馬上 但是如果他用另一種手法去寫劍性 就可能寫出另一些東西 你不要說超越 會將這個人物的個性立體化 如果他是主角或者多些氣氛 就會 但是他只不過是出過 加上都不能夠奇的畫面 你打算藉著這個方法 令到他有些新的局面 或者什麼 其實是不可能的 不要緊 其實這本書 始終華英雄不是主角 跟他有關的人物 我們都不用討論太多 劍性就不是主角了 我們都講了十分鐘了 那我們 講回真正的主角 無敵 即是他終於 今期 都中不易清理 門戶完畢了 都一郎 終於身正成為他弟子了 之前還想著 會跟那個 虎什麼鬼 斷芯 那個警察 對 那個黑鬼 會打完 以為他是很陰險 利用什麼手法 去偷襲 都中不疑 不是 偷襲 都一郎 誰知道最後都是 用伯仁的身份出現 這個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精心計劃 但是起碼 不會是當初所想 就是完全 個個都是順序被無敵打 打完 無敵終於成為最後一名勝利者 這樣 等你猜不到 可能 按插一個角色 或者也補完 都中不義這個盲佬 如何自己獨自生活 原來因為 都有繼承的僕人 變了 那段 都中不義對無敵的教導 真的很傳統看日本 學劍術那些 那些 惡鬼師傅 不斷咬你 打你 等你用身體去感受 我以為是在看軍計 哈哈 有點像我 不過我嫌他兩方面 在看軍計劃 港幻英雄和無敵 那個 轉變的位置 真的太少 好像很快交代完 因為下期要完 要 每人 可能 幾頁 交代了中間最重要的那一刻 我突然間 不通了 我看法不同 因為上期已經開始了 這種 心態轉變的描寫 我覺得 蝙蝠都幾足夠 尤其是 當阿雪向 都一郎請求 幫忙 他都肯下心腸 甚至乎 他最後是 阻止他哥 挑戰 都中不義 其實他已經立定了心臟 無敵那邊更好些 不如這樣 這本呢 下期 第十二期就完 我們到時 我們到時再總結 我們就說回 和仔另外一本的作品 今節最後一本 漆黑的生命 我們之前那些 估計 有很多 複合能力 誰知道原來他也是 用回自己的能力 沒什麼新意 他怎樣可以通過 明明的身體去用這個 暗物質 去組成一個巨人身體 第二度覺醒 是純粹你的腦 想像去運用 不是靠肉體去支持 即使阿信 被人換腦 換了青龍的身體 他也是開黃金引擎的 他不會變成爆炸一擊的 因為之前沒有設定過 能力是怎樣用的 都勉強 我還以為 會不會產生一些新能力 有些新意 對呀 我也期望 海撒 用海撒這個形象出來 我覺得 差老近了一點 但是 新意欠鳳 但起碼描述 我覺得OK 合格的 但不驚喜 尤其是重生了海撒 去觀察自己 他不是第一時間 說要怎樣殺死附近的人 那些 因為他自己都沒有做過這個實驗 他都不知道後果如何 那變了 他第一時間就是想了解 究竟進入了這個區體之後 自己是如何 雖然這裡花了兩頁 而且開得很大格 兩頁加起來只有五格 他又不檢查自己有沒有穿褲 不用檢查 因為他用暗物質做了出來 他應該接受不到 變成一個女人身 我想問問海撒 用什麼標準去重組褲和鞋子 都是名牌皮鞋和西褲 這些形象 通常 很多故事 不論是電影 漫畫都說 好像上次天鹿那裡 鐵武儀 入了精神領域 都是重現自己當初入關的形象 都是穿回他最喜歡的西褲和皮鞋 對 你最深刻印象的 或者你最有自信的 他又不出口 會不會變成合衣 那條褲爛了呢 如果海撒會想這些 實在太糟了 其實剛才有狼說的兩頁 我覺得他還有 其實寫得挺好的 兩頁 以前的海撒就覺得 我的力量是 贏了所有人 我天天無敵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 而且這個世界就是 我的目標就是要 他要清霸世界 清霸所有強者 都要屈服我之下 是的 但到今時今日 他回來了 他會想 就算我可以 即是清霸到 但是換成這樣的區塊 我沒有感覺 完全不是一個人 應該有的生活 其實 他是有少少猶豫和後悔 他有想過 究竟值不值得呢 就不像以前那樣 就算我怎樣 什麼代價都好 我都要贏就行了 至少你感覺到 他不開心 你感覺到他轉變 這個我猜會跟 將來的故事有關係 即是如果以海撒 現在這樣的力量 喂大哥 他還要比以前幾十倍 即是怎樣打 我可以打的 這件事是 對 他又不怕痛 又不怕症 所以我可能 我就會覺得 會不會將來的結局 並不是他敗在其他人手上 如果他就是 只不過又是敗在其他人手上 這樣故事就重複了 所以他可能會 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他覺得 我已經沒有意義 我現在生存了 已經沒有意義了 可能他想通了一些事情 就算我贏了 也沒有意義 我一個這樣的軀體 我都不是一個人 我贏了又怎樣 是他放棄 我覺得 如果故事這樣走 可能會反而 中間的事情就不好看了 有少少露噓 我這樣聽下去 反而 如果以海撒的性格 我反而覺得 就算我沒有了 我也要清白世界 我覺得這個就是海撒 或者會先設定這個目標 這件事我猜是以前的 他會這樣想 但是現在 你特地描述這兩頁的話 他本身已經有一絲的猶疑 以及去計算 究竟值不值呢 我這樣 是不是很傻呢 他也有想過這件事 這個思想已經在他腦中 慢慢去紋身 他只是說 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情 如果你不在乎 你是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其實 看到和仔的用心 就是身生海撒的形象 如果他說他是由黑物質組成的 其實他既然能夠控制自己有這個形象 控制了這個物質組成的面部表情 都不是說不合理的 就是當是氣勁那些組成 但是和仔特地要設定到 他現在連痛 冷熱的感覺都沒有 連笑都做不到 這樣 某程度是行屍走肉的人生 他再不能夠感受任何的喜悅了 只不過把精神混在公仔裡面 其實大家會不會覺得很熟口面 就是他和諾亞變騎士的感覺是一樣的 諾亞好些 反而諾亞有人稱讚他 他會高興的 就像小朋友一樣 對 他只是有很少微的不同 和諾亞 但是我 就是有少少 就是我最初看這段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諾亞是被迫的 諾亞不是被迫的 諾亞不是被迫的 他不是自己選的 他不是自己選的 但這段時間 是凱特自己刻意安排 只不過最後他估計不到 反轉凱撒才是真的被迫 是啊 他沒得選的 整個局面是他安排的 不過他 不是所有事情都在他掌握之中 但是整件事 那個佈局的過程 其實是他想這樣 只不過最後出來的產品 就出錯了 事與願為 這期真的很快 我剛才看 三分多四分鐘就看完了 我們剛才說的 最快看完 你平日也是這麼快的 一些時間 有些事情令你提不起勁 你想盡快就完 好現實 這個大家男人 但是看完之後 是令我不斷去回味 或者上劇情 因為真的有那個迫力 還有很多想像空間 對 他的流霸做得很好 你會想凱特在想什麼 或者其他人想什麼 是啊 在場任何人看到這個情況 包括海撒自己 都是有一種震撼在那裡 所以 雖然很快看完 很多人經常都說 喂 殺到很不值 每次都是這麼快看完 又說坐一個地鐵站 就消化了 但是起碼他令我 產生到那個 思考的空間 是不是完全消化了 沒有啊 我打算再看幾次 可不可以讓我拿走 會死嗎 又想看索羅 跟這個level的海撒打會如來 應該不會死 但你又想不到 他怎麼可以走到 期待是期待 黑帝就說到 是不會死的了 那索羅死了 他不痛而已 他始終裡面 還是包著肉身 那就是他弱點 不會那麼快死的 沒了出場就死了 真是 花氣了鋪鋪鋪了那麼久 就是不要玩啊 不會那麼簡單 令他消滅到 不會那麼容易消滅到 但最後他又說 是不是那麼簡單殺到索羅呢 不知道 真的要看 我不夠敢 這次不夠敢買的 我覺得索羅應該走得到 索羅 我看今期最後呢 葉呢 他最後都好像葉敏一樣 我以為是打功夫 他不是預備集買 然後出拳 是啊 日志充拳 是啊 咦 說完了啊 今個禮拜的輸 說完了 差不多了 有超時 古惑仔 先等一下 劇情推進 古惑仔 就等下 韓濱下期做完 那些大動作 我們再討論 人家做完手信 不要煩人 好 今個禮拜先說到這麼多 下個禮拜 不是 明天 明天 動肺 Astro Boy 不是 不是 Astro Boy 小飛合日星期五 明天是Astro Boy 不是啊 明天是跑馬 是Bow新番 是Bow新番 今天星期三 是後日 隨便啦 總之明星期四就聽Vispo 還有新番 星期五就動肺小飛合 小飛合 好 到時再見 拜拜